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求民众党把高宏安的事件说得清清楚楚 那否则的话国民党在高宏安事件上面绝对不会挺高宏安 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他的原因就是说你开豪车住豪宅 然后连政署也要介入调查 那更重要的高宏安的文化局长一天一报讲后宫干政 然后讲到了很多高宏安的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堪 那高宏安的反击又很软弱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国民党再挺高宏安的话 很可能会变成所谓的炮灰 当国民党大力的在清除民进党的弊案的时候 高宏安的贪腐是否贪腐那我打个问号 就是高宏安的贪腐会不会削弱国民党攻击民进党贪腐的正当性 朱立伦已经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说高宏安的事情我们未来不停 由你们民众党自己解决 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我香港的好朋友 港台大白话的主持人陈锦胜兄跟各位探讨 锦胜兄好 李王兄晚上好 事实上高宏安的问题我在去年我就讲了 我去年我就劝他你要不要跟你男朋友结婚 那你男朋友结婚你就可以不必 就是因为相关三等星以内的 你就可以不必作证 这样子反而可以减轻你高宏安的压力 第二个就是说当国民党在2022 2022成功不必在乎 国民党压下了林根仁 让高宏安当选了新竹市长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派了一个跟郭台铭关系很好的 李静宇去担任新竹市的市长部主委 他希望能够跟高宏安搞好关系 但是没有想到高宏安就任不到一年 大概只有九个多月十个月 各位看看连环报 那甚至于民进党在11月26号准备发动 以贪腐之名他发动罢免高宏安 走韩国瑜那条路就把新竹市政府的执政权给拿回来 所以当民进党在动作频频的时候 朱立伦不挺高宏安 我想请问谨慎兄 朱立伦不挺高宏安 那当然是跟最近一连串的事件那有关 但是真正如果国民党不挺的话 你认为柯文哲能够应付得过来吗 这个有话说啊 这个最近啊 由于高宏安这个贪污的那个案子呢 现在还没有处理 但是呢 随着最近你刚才所讲的高宏安被爆出 他有坐五百万的那个坐名牌车 他住的是五千万的那个豪宅 一系列的那个情况给爆料出来以后呢 最近这一两天呢 成为这个台湾媒体各个政论节目的一个 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话题 就变成了众志之跌 所以呢 朱立伦在此时此刻 他出来讲话呢 他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一个他是指向这个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的高宏安是郭台铭 这个原来鸿海的一个爱将 他是当时推荐给柯文哲 让他担任这个不分区立委 那么实际上呢 高宏安的跟郭台铭的关系呢 更深于跟柯文哲的关系 那么当时那个高宏安在8月15日 被那个台北检调 就是提出要起诉的时候呢 是朱立伦第一个跳出来要支持高宏安 当时呢 他是言之足足 要这个支持高宏安的 那么现在又表示 要这个民进党要解释高宏安的那个事件 那么说明了 他想把自己摘出去就不停了 因为呢 他要维护国民党的利益 这样呢 就同时呢 就是也给柯文哲的压力 你看你手下的那个新 新作市的市长高宏安 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你民调肯定是要下去 所以呢 就一定要这样 他表态以后呢 那么柯文哲呢 就一定会 这个依附到 国民党所谓的蓝白河 他的高宏安是原来 柯文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 他唯一的就是一个新作市的一个市长 还有那个金门县的一个县长 两个是民众党的那个党员 而且呢 陈福海呢 他是担任了金门市县长以后 才加入的那个民众党 那么高宏安呢 当时可以说是民众党唯一的 一个能拿下22县市的一个 这个民众党的一个县市长 所以呢 现在连到柯文哲 也是他这个老家 老家的那个父母官 现在又面临了司法 这个要审判的那个危险 所以呢 实际上呢 这个朱立伦是一箭双雕 既打郭台铭 又打柯文哲 又出死 这个柯文哲到时候会 这个和蓝白河的筹码呢 又减少 那么他会这个顺顺利利的 让这个柯文哲 成为他的那个合作的一个对象 那么他就谈判的时候呢 他就会轻松很多 王兄我是这样看的 谢谢 其实高宏安的问题 今天会引发成一个政治风暴 我讲的难听一点 我在去年我就讲过了 那我也不再重复了 我觉得高宏安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他担任了新竹市长以后 反而不像去年 2022年 2022年民进党举全党之力 在打他的时候 他能够迅速反击 去博得好感 但是当现在 当民众党国民党在打 民进党的贪腐事件以后 没有想到 他因为坐豪车 他说那是他朋友的车 他说那个好歹是他男朋友租的 不管 但是我就必须要说 你既然你有公务车 你又有官舍 你何必做这些事 换句话说 今天高宏安到了最后 为什么同情他的人越来越少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这一些 你讲你男朋友的事情跟你无关 哪一个人相信 那其次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因为高宏安 所以柯文哲对于新竹市立委的提名人 柯美兰 他自己的妹妹 他也在考量 这个时候投入会不会胜选 所以不要小看高宏安这件事情 朱立伦讲的 今天我帮他讲一句公道话 好 朱立伦讲的没有错 那我不会挺他 原因就是说 你好载 你豪车 你又是外戚干政 这些事都跟你个人有关的事 那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都尽量在打民进党贪腐的时候 你反而腐化成风 那请问 那我们指责民进党贪腐 有什么正当性 换句话说 是你让你这个机会给了民进党 让民进党有一石三鸟的机会 这个是高宏安最失败的地方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盛兄 好 谢谢游华兄 我们下次再见